那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要讲的是大家的这个PPP loan 有拿到做生意的人 有拿到PPP loan的人呢 这个要注意 请你如果你的那个PPP loan 你应该要放在另外一个银行账户里面 然后放在另外一个银行账户里面 你就用那个银行账户来付你的薪小 就是你的薪水 你员工的薪水 你要分开来把它记录得清楚才可以 那有人问我说 那如果我有一些其他的 生意上面的一些支出一些费用 包括说水电费什么那些 不知道可不可以折底 那是不是 不知道就不确定能不能折底 可不可以那个折免 那我的建议就是 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把它记录下来 你这笔钱到底是花在哪边 然后到时候你再申请跟国税局申请 那当然这个时间你要跟你的会计师 或者是你的律师 好好的来讨论你的这个 business你的生意上面的这些金钱上 还有这个整个 你的那个公司的记录方面的 记录的越清楚越好 那如果公司有这个board meeting 的开会的话 一定要在你的board meeting当中 写清楚这笔钱怎么用 好希望这样有帮助谢谢大家 拜拜